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早上平安 上帝是一个充满爱的上帝 他常常为我们所预备的 都是最棒最美好的 阿们 今天早上的灵修主题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顺服与忠心是得胜的关键 顺服与忠心是得胜的关键 我们一起来看 《月书亚记》第十章第十一节 这边说到 他们从以色列面前逃跑 正在下薄荷轮斜波的时候 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爆 在他们的身上 一直到西西加打死他们 被冰爆打死的 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 我们所信的 乃是一位为我们生命征战的神 阿们 在司风的道路上 他是那位高高坐在宝座上的神 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他是策划者也是成全者 就像我们在下棋的时候的一盘棋上的这个车马炮 本身都是没有能力的 他们只是一颗棋子 但是当他们落在下棋人的手中的时候 忽然间就有了策略和动力 我们每个人 也是神手中的其中一颗棋子 本身我们没有什么能力 但当我们站在神设立的地位上的时候 神就要工作了 他的能力自然而然的就会被释放出来的 阿们 就好像以色列人 他们在打争战的时候 表面上就好像以色列人来打 但其实呢 他们只是被摆在那个的位置上而已 但那是神要他们站的那个位置 那个地位 而打仗的是神自己为他们去征战 在这个圣经中 我们看到那节经文 神将向着这个大兵豹 打在仇敌们的身上 结果呢 被兵豹打死的人 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 就像了什么呢 就像小兵立大功一样 其实呢 也真是如此的 在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本来就是小兵一个 只是当我们在神的手中的时候呢 就能成为将衰之财 但我们一定要先了解这个原则 我们一定要先明白这个真理 首先 什么是神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了解神的时间是在几时 第二呢 就是什么是神给我们的地位 神在当时要我们做的 要我们站的那个的岗位是在哪里 时候对了 地位对了 神自然就会工作 你不要担心 你不要担心 怎么样才能够经历神给你的得胜 所要做的就是呢 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啊 你必须要忠心持守 神给你的岗位 好好地去侍奉上帝 在小事上 学习顺从 顺服神的心意 在神把你放在的每一个的地位上 你好好地去做好你自己的责任 顺服他 这样呢 你就可以在生活上呢 经历神给你的得胜 还记得在旧约有一个人叫做悦舍 他的遭遇啊 真的是好凄惨哦 按照我们平常人的眼光看呢 真是祸不单行哦 但他却懂得在每一个神 放他在的这个地位上 你知道他学什么吗 他学要忠心 结果很奇妙 圣经去描述他 有一句话一直出现的就是呢 耶和华与他同在 神耶和华与他同在 所以使他手里所办的一切事呢 竞斗顺利 他在呼卫长的家 又是如此 在监狱当中也是如此 至终神为他成就了奇妙的大事 我们是多么的期待 常常期待 有大事会发生 可是呢 大事永远是从小事中心开始的 只要你在生活上的每一件事情 敏锐于圣灵的带领 神的灵自然而然的就会引你进入他的得胜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 我要鼓励大家 让我们一起的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件的事情上 无论是大事小事 我们都学习顺服和忠心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顺服和忠心 是你生命得胜的最主要的关键 愿上帝使你活得更加的出色 因为你的顺服和你的忠心 愿上帝赐福你